财政部在加快落实与确定政策的基础上 围绕稳增长、扩内息、发风险 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篮子 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基础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在欧风险 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 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 地方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和财力空间来促发展保民生 二是发行特别国债 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提升这些银行抵抑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 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 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专项资金 税收政策等工具 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 四是 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 国庆节前 已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下一步还将针对学生群体 加大 养优 助困力度 提升整体消费能力 我再补充一点 逆株旗调节 结不仅仅是 以上的四点 这四点 是目前已经进入 劫策程序的政策 我们还有其他政策 工具也正在研究中 比如 中央财政 还有较大的挤载空间 和四字提升空间